做了这么多年黄刚的题 是时候报答一下黄刚了 每一个经历过高中时代的人 对黄刚的最初印象 可能都来自于那一本本黄刚习题册 当你考出好成绩 当你步入理想中的大学校园 你是否对黄刚心存感激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相信无数人的想法 和这位高中生一样 好后悔 如果当初好好学习 考进医科那学 现在就能去前线帮忙了 当看到越来越多网友发出 只恨当年未学医的感叹 我们仿佛看到了 未来许许多多年轻人 在高考志愿上 写下了医科院校的名字 我们曾担心 会不会越来越少人学医 但这次 无数医护人员用勇敢的逆行 唤醒了人们内心 对白衣天使的崇敬与认可 何求将来 无人去穿那一身白衣 曹梦德都拿不下来湖北 新冠病毒算牢记 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湖北是一个英雄的省份 中国是一个英雄的国度 天下精兵云集金属 新冠病毒还不早早投降 我很想爸爸妈妈 但武汉病了 我愿意把爸爸妈妈借给他 童言之语 却情真意切 对于孩子而言 爸爸妈妈是最珍贵的 但看着武汉病了 孩子们也愿意借出自己 最宝贝的人 已经跟朋友商量好了 今年年假就去武汉旅游 已经有很多人 把今年的旅游计划 改为了湖北 人们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表达一下支持 因为他们相信 风雨之后 湖北会更美 我虽然不是武汉人 不是湖北人 但我是中国人啊 户籍上 或许能分出湖北人 广东人 北京人 上海人 可看看我们一样的 黑头发 黑眼睛 没错 我们都是中国人呀 需要啥之声 只要你们赶快好起来 别说搬家式支援 超家式支援 我们也乐意 什么叫血脉相连 与子同商 就是我兜里 或许只有一百块钱 但我可以全给你 只要你能早日度过难关 去过武汉 曾经不喜欢那里的人 多车多和嘈杂吵闹 但现在特想看到 他重现车水马龙和西来攘往 很多东西 失去后方知珍贵 一如我们曾经厌烦的堵车 人潮 喧闹 因为现在的我们知道 那一切都意味着平安无事 武汉加油 湖北加油 中国加油 有时候 最简单质朴的语言 不需要修饰于文采 反而蕴含着最真挚的情感 千言万语 汇成这十二个字 是我们所有人的心声 等打赢这一仗 咱们一起去吃热干面 赏樱花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